大家耳心能详的动画片《喜阳阳与灰太郎》熊触摸日前被新闻联播点名批评 称其存在暴力湿度语言粗俗等问题 动画片存在暴力湿度语言不文明等问题 个别危险情节还被未成年人效仿 造成人身伤害事故 引起社会舆论关注 为此倡议要避免在动画片中出现暴力血腥恐怖低俗色情的情节和画面 这统计在动画片《喜阳阳与灰太郎》成绩中 《喜阳阳》被平底锅砸过9,544次 被抓过1,380次 《喜阳阳》被煮过849次 被电过1,715次 而《喜阳阳》的制作公司也表示 将投入千万对所有动画片进行逐步修改